各位早安 今天呢 我們要在這個雷絲墊上面 這是空白的雷絲墊 它是一種在文具店 就可以買到的雷絲裝飾紙 是圓形的 它的大小呢 是10公分直徑 像這個100張 它的價格 批發價只要26元就可以了 用的紙 就是圓形的 那筆呢 內衣的筆都可以 像這個是 SKB的 淘氣完色才會筆 彩色的代真筆 或者是一般的 中性筆都可以 拿來試試看 好 圓形的圖案 我們來從最簡單的開始來畫 好 圓形的紙墊有個好處 因為它圓形已經畫好了 好 然後它的圖形呢 是對稱的 所以 在畫的時候 很自然而然 就可以找到 對稱的線 像我現在畫一個 交叉的線 好 那這樣子 可以在中間 像這一個跟這一個對稱 好 那這樣子 可以在中間 像這一個跟這一個對稱 好 那這樣子 就可以 畫出 花朵的自然型 花朵的 就很像太陽花吧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畫圓形 好 從這個交叉的 格子 就可以變化出 像花朵 花苞 這個天然的 有機的造型 雖然交叉的格子 是一種幾何形狀 所以 自然界裡面 就有很多的 對稱圖案 都可以 學習 跟模仿 好 這會讓你想到什麼 我覺得 看到的是 太陽花 好 那 也可以在自己 變化 像 我們就可以 在這邊 再畫 空白的雷絲 紙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 巧思跟圖案 也是可以順便 做一下 藝術的名像 想到什麼 那就畫什麼 好 這樣子 慢慢的 也不用騎 在顏色上面呢 可以 一個顏色畫到底 也可以兩個顏色 交替使用 像 比如像這個 也可以畫到這樣 就可以結束了 以前呢 像這種蕾絲的這樣子的 墊子 拿來 作為 家裡面的 花瓶啊 或者是 杯子的 杯墊啊 或者是 沙發椅墊啊 等等 做裝飾的這種 蕾絲編織呢 或者是一些 餐廳 會拿這個 類似墊 來做 裝飾 好 如果是用幫針 勾針 好 勾針啊 都可以變化出很多 特殊的圖樣 好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 慢慢的 勾針 好 勾針啊 去 發揮自己的巧思 畫完也會有這一種 編織的感覺 編織物的感覺 好 每個女生 應該都有這一個 少女 師騎 好 然後 用勾針 編織 做很多 很美的東西 編織夢想啊 編織 編織彩繪的圖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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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現在再來畫另外一個 然後再畫一個顏色 畫這一個圖案 好 這個圖案在新京起伏卡上面也有看過的圖案 我們這邊呢再來複習一下 這個是畫圓形對稱的圖 對角 切起來 好 很快的 就可以找到中心點 好 完全對稱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子 這樣子 現在在文 文具店啊 99啦 101這樣子的文具店裡面 都可以找到很多 彩色筆 中性的 隨性的 帶針筆 像櫻花 還有珍珠的 彩色的帶針筆 還有各種廠牌也都有 SK筆 熊絲 或者是有像毛筆一樣的筆 都可以拿來畫畫看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差不多 就是第一種畫法 這樣子 差不多 就這是第一種畫法 這個字 在我彩繞心情起伏卡裡面 有畫過的 然後這裡可以畫圓形 或者是要畫水滴形 也可以 以前呢 雷絲墊是用勾針去打造的 那現在也可以換一個方法 用畫的 有很省食 很省食 很省殘量 可以達到這個 冥想 有這種療癒的效果 讓自己的心情呢 很平靜 感覺到很美好 然後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呢 跟 畫材料化的效果 跟編織 做手工藝一樣 可以讓人感覺心情的 非常的清淨 很放鬆 也很療癒 有煩惱的時候呢 藉著這樣子 編織 畫畫 很多的煩惱 像不透的事情 畫完之後呢 就 不要而愈了 畫畫大概是最省錢的方法 好 那到這邊呢 你可以自己 看要怎麼收 可以像這樣子 把它收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像這一個 是畫圓圈 把它填滿 都可以試試看喔 那這個我 用這樣子把它填滿 想到什麼 就給它畫什麼 不需要去想美 跟醜的事情 也不需要過於的去計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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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 可以把它填滿 好 好 好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發 發揮自己的巧思 花纏到花,我形容了就像 我们拿着构增,学会各种不同的编织图案 然后就会制造出很美的图样来 再把它加一层 这样很有秩序的 画圆,画对称的图形 就是所谓的曼陀罗 有人把它称之为 圆形的缠绕画 那其实,画画呢 爱好艺术美好的事情 就是人类的本性 当我们曾经在画画当中的时候 应该是最美好的时刻哦 好 放轻松就好 笔触呢 尽量放慢 放轻 这样就是所谓的惨哦 守住这个当下 什么都不去想 只要关照 你画画的每一条线 你画画的每一条线 就可以察觉到 这一颗 是这么的清静 美好哦 好 就这样子 慢慢的画 慢慢的修 有次第的 有次序的 去画相同的图案 咒而复始 所以在纯绕画的过程当中呢 特别是这样子 很对称的 又是反复的图形 把它 组合起来 不只很美之外 感觉也非常的 很有成就感 生活也感觉到 非常的 非常的 好 有次第2美好 都可以在这边加出 都可以在这边加出 拿起来看看 还需要增加什么 所以让我们用相同的图案 去 去学习 大自然中的一些图形 有学习 大自然中的一些图形 但是 每个人编织的结果 或者是 每一次编织的图案 都会有 不一样的 景观哦 比如说 像我这里就可以把它变成一颗 一颗 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样子 这样的图形 那像这一个 也不太一样 有时候我画完就忘记它是怎么画的了 所以 各位仔细的看一下 它的构成元素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张的话 那现在我来示范 这一张 这一张 跟 打蕾丝的编织法 也很像 那空白的 那我也再来换一个颜色 好 那这一张啊 也是 从 对角开始 你不用担心 你画的线不直 好 那画完之后 每次画完了 分成八等分的圆 然后 再把 两个两个 接起来 这样就画出了一个 内阶的方形 圆内阶四边形 好 那 这样子画好以后呢 就 再画一个 内阶的 在方形 这个方形里面 画一个内阶的 正方形 好 那这样就在圆里面呢 形成了 两个内阶的 正方形 好 那接着呢 就开始 在 中间的 这些都是三角形 我们把这些 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三角形 把这个 每一个三角形的 角 都变成 圆弯 圆弧 也就让他变成 圆弧 三角形 ok 这样子 在画的时候 可以分段画 没有关系 这画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 它很像植物的剖面 又很像花朵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中间呢 直接涂黑或填满都可以 加上这个线条 蠻夸的异象 更明显 一条或三条 应该两条或三条都行 中间就有一个蕾丝编织滑板产生了 画完之后呢 继续把每一个三角形 都画成圆弧三角形 去角 就像我们人的个性一样 原来 是有灵有角的 我们把这些灵角 都把它抹掉 像大智人所谓的鹅卵石 其实就是从山上随着河流 冲销下来的石头 原来它是幽灵有角的 也会伤人 但是经过河床 河流 从山上冲刷到 下游的地方 它的灵脚 就自然而然 变磨得 非常的圆滑 就跟蛋一样 所以就称之为鹅卵石 经过沖刷的鹅卵石 作为听愿的灶景 它的灶架 就非常的 非常的昂贵 所以我们人 也是如此 所以不要怕 有点赞 如果是鹅卵石 就能说 我们就不要怕 你呢 我们就不怕 我可以 那边 我可以 是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